還有很多明星偶像 當爸爸不再怕說出來 因為有了父親的形象 反而讓他們更加分 現在基本上我真的沒 除了不在香港 基本上我每天都有時間 跟他們一起 所以我還是告訴大家 我是幸福 滿臉的幸福 全都買自於他們 年過半百叛到女兒劉項慧 貴為天王巨星 華仔身居 生活在美光燈之下 很麻煩 盡量防止劉項慧曝曝光 要讓他有個平凡安靜的童年 我非常開心 從那天開始我就準備了 我把所有的電影推開 我真的挪出來 大概有八個月的時間 我等到他六個月 我開始陪他 前面的三個月 小孩是我照顧的 我不希望他出來 因為出來又會碰到很多 怕劉項慧養成公主病 就連讀書 華仔都放棄 學費高昂的國際學校 選擇離家近的平假幼稚園 親自陪伴面試 不錯過女兒成長的每分每秒 從偶像升格當爸爸 不怕人氣下滑的 還有王力宏 我看到第一眼 我就是一見鍾情 一改過去酷帥形象 王力宏慈富的溫柔 展露無遺 雖然成為父親 在演藝圈又投下一顆震撼蛋 但跟以往男性都低調結婚生子 怕曝光 怕人氣下滑相比 現在卻是落落大方 甚至還能上節目 侃侃而談 其實我的孩子才六個月大 還不會講話 但是 新專裡頭我寫一首歌叫做 In Your Eyes 在你眼中 很多的溝通 很多的眼神交集 能代表千言外語 雖然話還不會說 可是還是很多的感觸 7月8號王家裡一歲了 我跟他媽媽還有一些朋友 辦了他的第一個生日party 那裡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儀式 就是抓粥 可以看到地上的這些玩具 每一個都代表不同的行業 不同的領域 到時候孩子真的長大了 想做什麼 其實就看他自己吧 偶像主動分享 為人付心情 粉絲們雖然無法當上王太太 仍然能夠大方祝福 可能要等到 對啊 抱到小孩 才會特別有一個爸爸的感覺 儘管周董刻意隱瞞 女兒出生的訊息 但昆凌產後第17天 Mr.J官方網站 釋出一張嬰兒素描照 來安撫粉絲的高度好奇心 但是不是小周周本尊 也讓網友相當好奇 有女外氏族 這句話還能印證在無尊身上 自爆有三歲伴女兒的無尊 說她是超級奶爸 一點也不為過 戀愛女黏得緊緊 走到哪 抱到哪 參加大陸節目錄影 婦女情深 讓人看了更幫無尊的形象加分 我先吃 你現在回家好嗎 我們回家好不好 在愛女面前 無尊放下偶像包袱 願勞願怨 只要女兒的一個笑容 或是喊聲Daddy 在內都很甜蜜 我可以抓到你 我可以抓到你 OK 明星藝人輪流當老爸 尤其這兩年最為密集 不分海內外 真的一窩瘋 終於回來看到兩個寶貝蛋了 看似我是藝人 可是你從Facebook 從我們自己 願意分享的生活狀態 其實我們就是一般家庭 不要覺得 可能父母其實是公眾人物 或有 可能有一些光環或什麼的 我不希望是這樣 就一視同仁 也不要有特殊待遇 Facebook上炫耀可愛的孩子 家庭是他們最大的財富 思想更為成熟也更負責任 但是適應當老爸的過程 還是偶爾露出頑皮本性 我就是希望他自己 不要這麼輕浮 類似這樣 他有啥一叫 我在家不能玩了 我跟你玩 赤子之心在專訪結束的這一刻 完全展現 跟黑人一樣在婚後 努力改掉愛玩習慣的高山峰 育兒也自由一套 走出戶外 清淨大自然 小朋友都在爬山了 我們繼續出發 好 爬就好 爬 一直壓著 所以這樣子的課程 就是可以不要讓這個小朋友 成為都市中的飼料機 對... 他可以更了解這個大自然 他學會怎麼跟大自然相處 然後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你手上有什麼 有一隻那個毛毛蟲對不對 有一隻毛毛蟲 身上有沒有黑點點 沒有 為了這張笑容 浪子甘願安定下來 那是一種明星光環 也給不了的幸福喜悅 又是修傑凱 溫生豪 這些在戲劇圈的男一 也拋開偶像包袱 竟然承認已經結婚生子 就算是偶像 他也是一個人嘛 藝人也是一個人 我覺得這個生產 然後好好的生小孩什麼的 讓自己過一個幸福快的日子 我覺得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沒什麼好隱瞞的 現在的偶像很幸福 到了是婚年齡 不用像過去得引婚蠻子 甚至為人父後 一天到晚滿口爸爸金 工作之餘也為家裡大小事付出 扛起責任給父愛 讓這些男偶像們更有魅力